想做一個RU給那盾 HOWER 即便已經做到換法 阿爸已經攔不住 你們的力量要來了 這來不及阿 完全攔不住 完全攔不住 我想這個球 台灣沒有人可以攔得住 對 滑球兩次 再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RU 必須要把這球給打盡喔 好 給一個小球拉到另外一邊 這個關鍵三分球 他現在又回到五分差 113比108 包夾的一個方式 讓他投了這一個中途的機會 4 3 這是他在台灣T1聯盟的第一顆三分球 他沒想要讓阿爸去創造紀錄啊 喔 那是一個人單打 對 HOWER HOWER 再打兩分 雲豹這邊有點 鼓掌難民的概念 對 不過我覺得今天的比賽 至少我們可以看到 HOWER他的一個個人的狀態 是非常的好 雖然他才來到台灣的時間不長 但他已經在比賽的過程當中 展現出他全方位的一個 一個身手了 好 掉遠邊 現在看隊友有沒有給他 大三圓的機會 沒有 籃板球下來 雲豹第二波的進攻 主要HOWER 再從他羅波來做發動一個轉身 抓到 揪手爆過來 哇 這就是 他的禁區裡面的一個威力 我們看到他的一個轉身速度有多快 好 這邊要放開來打了 一對一 結果他拿一頭 三分 DUAN HOWER 16分 17分 17分 9分 我的天啊 這一個3D的畫面 DUAN HOWER 在台灣的第一次扣 一個轉身 就馬上過掉了克利斯 這邊又來 DUAN HOWER 第二波的機會 再擺進 今天光哥啊 中駒這邊已經都做好協方的準備了 柯正鋒 這邊再把球要回來 中駒的出手 哇 就完HOWER 兩半球 這回關鍵的三道球 沒進 中駒在籃板 活動籃板 2分 有追 103 105 現在差2分而已了 而且還有可能發生了失誤 前面的鎮偉 現在還要發生了失誤 現在還要發生了第一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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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議的逆轉秀 現在追成了平手 DUAN HOWER 在第四節的帶領之下 現在追成了平手 但是剛剛看到鎮偉的切入 這次的快攻是被阿巴西給擋下來 他現在很痛苦的倒在地上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剛這一球 已經判斷到的是一個籃外空心 他直接跳起來把球給摘下來 逆轉的戰區 他的隊友也被他感受到 他後面還好是有羅正鋒 把這球給補進 阿巴西還是很積極的防守 他現在回到了原點 對 令人感動的比賽 兩隊都竭盡全力打 林偉翰這一個火鍋 哇 哇 關鍵火鍋 連兩鍋 守住了 這一波中心特攻的競合 105比105 不給機會 不給你出手 DUAN HOWER 整個協防的意識 移動的距離 他的平靜 他的態度 哇 他真的是用一己之力扭轉的戰區 傳說中的超人降臨台灣 哇 而且這邊直接被吹了一個技術犯規 是誰呢 克利斯的身上嗎 不斷的去跟裁判抱怨 因為我們主播台這個角度是 有點被擋到 他應該是吹在克利斯的身上 而且是六範離場 哇 這一切的一切 這個劇本 這讓 新北中心特攻相當麻煩 我們再來看一下 他認為這一球是有被打手 所以沒有吹犯規 他相當的不爽 所以回過頭來 他不斷的去跟裁判溝通 強勢的溝通 然後就被吹了技術犯規 因為技術犯規在T1聯盟的規則上面是 會加在個人的犯規上面 跟 NBA是有所不同的 所以現在克利斯必須要六番離場 再打些一點 現在要把朱莉給換上來 而且這邊光哥在被追加的一個技術犯規 對喔 中心特攻 9號 再度 進出犯規 這個犯規 應該是克利斯他還是要 可是他已經六番了 所以這時候 會記在光哥身上 會記在光哥身上 但是這個罰球是要罰上去的 是要加上去繼續罰的 還是要有耐性喔 雖然現在是落後 但是比賽時間還夠長喔 罰球 當然對於中心特攻來講 今天正常比賽是壓著雲爆塔 他當然 正常比賽 他也沒有想到會有 現在這個情況喔 不過你真的要不得不佩服 Howard他今天真的是以一己之力 扭轉了戰局喔 然後 想做一個阿里 Howard 全場已經坐不住站起來了 這邊被擋住了曾文鼎 所以 讓主要Howard直接來到禁區喔 即便已經做到換法 阿爸已經攔不住 這來不及啊 完全攔不住 完全攔不住 我想這個球 台灣沒有人可以攔得住 對 這個BASSFIT 好 滑球兩次 哇 再來看一下 剛剛這個RLEU 太可怕了 頭快要超過 肚根速度太快了 幹得很好 雲爆 我需要你們 最右腳的球迷 哇 兩發都沒進啊 壓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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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要把這球給打進喔 好 給一個小球 拉到另外一邊 三方三方 結束的反對 最後一個關鍵三分球 哇 那現在又回到五分 差113比108 這樣真的劇本 差一點點大三元喔 最後看到時間秒數的終結 哨音的響起 多安豪爾最後再加一個籃板球 所以 38分 24籃板 9的25籃板 9助攻 以一擊之力 帶領球隊逆轉了比賽 在延長加賽當中 拿下了比賽的勝利 開了主舞場的開幕戰 拗圓 擁抱圓 2 1 2 2 枚